大国外交最前线 大家好,我是唐辉 现在真的不用您催更了 因为2023年 中国大国外交行动频率之高 热度之高 有目共睹 中国领导人走出去 更多国家的领导人请进来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 相信您一定注意到了 外国领导人访华 我们用密集这个词形容 都悠闲不足 今天是2023年3月的最后一天 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将分别会见 一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和两位东盟国家领导人 分别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和新加坡总理李贤文 会见的地点 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这三位领导人 都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 来华出席 博奥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 同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今天下午 习近平主席将会按照 中西 中马 中心 这样一个顺序 分别会见三位领导人 时间安排的真的非常紧凑 第一场会见 从下午的四点钟开始 每场会见间隔的时间 只有十分钟 在这十分钟里 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现场的工作人员 要迅速 而且要准确的 对会场进行调整和布置 要更换国旗 要更换领导人和陪同会见人员的名签 等等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大国外交的礼仪要分毫不差 因为外交无小事 今天下午在东大厅 习近平主席会见的第一位领导人 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桑切斯首相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一样 这次都是他们就任之后的首次访华 而且今年对于中西中马的双边关系来说 都有特殊的时间节点 今年是中西建交五十周年 西班牙马上还要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而今年也是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明年双方就要迎来建交五十周年 当然三位领导人当中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来华访问的次数是最多的 前不久他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的时候 自己就提到疫情之前几乎每一年他都会来中国 这次是时隔四年之后的再次访华 那这几位领导人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集中访华 当然出席博奥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是一个契机 但博奥显然也只是起点 他们的这种不约而同很有意味 首先他们不约而同对中国之行很重视 行前桑切斯首相就说中国是一个全球角色 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 李显龙总理也表示中国是我们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 和中国建立开放的可持续的和互惠互利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安瓦尔总理呢去年11月就职之后就明确的表态 提升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是马来西亚的优先事项 不能让两国关系只维持现状 还有啊他们不约而同对与中国的合作发展很期待 这一点从三位领导人访华随行团队人员的构成上 就能够清晰的看出来 有很多负责重要领域的政府的官员 同时还有很多工商界的重要人士 你像随同李显龙总理访华的团队 就被很多媒体评价为最高级别的随行团队 而且呢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像跟安瓦尔总理一起访华的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 就非常明确的说 这次来中国是来取取经的 要在铁路建设方面向中国取取经 而这种有备而来呢 凸显了各个国家 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现有的合作 以及进一步谋划未来合作发展的高度的期待 还有他们不约而同的 对于倾听中国就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 发出的声音很迫切 大家知道西班牙是欧盟重要的成员国 又接任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而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东盟的重要国家 那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这三位领导人的时候 谈的相信不只是双边领域合作和发展 也会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那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对俄罗斯的历史性访问 还有中国近期一系列劝和促谈的作为 都让更多国家看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责任担当 和处理国际地区复杂问题的能力 也让更多国家对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方面 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 这个理念已经越来越成为引领时代潮流 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确定性力量的源泉 面对着现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希望而且是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倾听中国的声音 我们中国人常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独越乐不如众越乐 中方诚挚地欢迎这三个国家 不约而同向中看 也诚挚地希望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看得更长远 大国外交最前线 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今天这三场重要的会见 中方诚挚地欢迎议 中方诚挚地欢迎议